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 诚意就请全剧组的人吃饭一次 果茶一次 饮料一次 现在又是李子元 加上开机一是那天给果果们的一万份礼物 还有两台冷风机 诚意这么花钱 富士奇知道吗 一个多月请客家给果果们的礼物就花几百万出去了 这么花下去 这老婆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啊 果果们都为诚意的老婆本操碎了心 都在担心诚意不存点老婆本 以后怎么娶媳妇啊 就连国外的果果都知道 听说你们中国男人结婚很贵 诚意还是该存点钱的 但是我觉得诚意哥哥心里肯定是有数的 他说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要多富裕 不一定要送对方多贵重的礼物 最重要的是要记住两个人爱的开始 不忘初心 才能长久 诚意哥哥那么好 能跟他在一起应该会是特别特别幸福的吧 又怎么会在乎其他呢 谁会是诚意放在心肩肩上的人呢 我知道了 是果果呀 据悉自赴山海开拍以来 诚意已经多次请客 包括请全剧组吃饭 果茶 饮料等 甚至在开机仪式上送出了一万份礼物和两台冷风机 总花费已于百万 果果们不禁担忧 诚意如此慷慨大方 她的老婆本何时才能攒够 在一次采访中 诚意曾表示 两个人在一起不一定要多么富裕 重要的是不忘初心 记住爱的开始 这样才能长久 诚意的这番话 无疑让果果们感到温暖 但同时也不免让人担忧 她如此不计成本的请客和送礼 是否真的会影响到她未来的婚姻大事 果果们纷纷表示 虽然诚意的慷慨让人感动 但作为她的粉丝 还是希望她能够适当存下一些老婆本 毕竟在中国 结婚的成本不菲 甚至有国外的果果也了解到这一情况 纷纷表示诚意应该开始考虑存钱了 然而 诚意似乎对此并不在意 她更看重的是与剧组人员的情谊和对粉丝的感激之情 她的这种无私精神 让果果们感到既敬佩又心疼 诚意的这种态度 也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一个一人的责任感和对粉丝的深厚情感 在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 诚意的行为无疑是一股清流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金钱并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真挚的情感和对他人的关怀才是最宝贵的 我们期待诚意能够继续保持这份初心 同时也希望她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她 支持她的伴侣 共同走向幸福的未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E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